所以應該也不需要那麼在意 好,我們看到呢 這個也是最佳三局制的比賽 第一盤當中 現在Ronnie O'Sullivan 暫時1比0領先 這個應該講說 是最佳三盤制 最佳三盤制 還是一樣 鳥鳥衝 很可惜,沒球進 但是1號球卻沒有辦法直接進攻 那麼所以現在看看 Strakeland 有可能會來打個吊球 果然沒錯 打個吊球 因為他已經發覺到 Ronnie O'Sullivan好像一顆心解球 解得不怎麼好 從剛剛上一局 沒有解到球 好,兩顆心解球 從這個7號球的下面 哎呀,不準 這個心臺部 它解得太輕的話 這個第二顆心彈出來 就會往下飄了 這個我們在Slocker也有解釋過 好,我們看到3號球 這個被5號球擋住了 但是 但是Strakeland 他可能會打一個這個 一個開輪打擊 這個打3號球 薄薄的 然後來進5號球 好,我們看 3號球打得很薄 然後利用母球 來一個開輪打擊 來進這個5號球 好,那麼現在6號球的前面 有個7號球擋住了 所以說4號球角度不能夠做得太直 要做大一點點 然後現在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6號球的這個中帶 但是我們看他現在這個4號球 好像已經稍微有點做得 做得角度太大了 看看有沒有辦法回來 好,我們看他選擇了左賽推桿 好,做到了 看看底帶可不可以進 剛剛是一個左賽推桿 我們看他走了1,2,3,4,5顆星 哇,這個帶口也是很大 可以滑裡滑進 而且可以看到這個台步 由於新台步的關係 所以說這個當然是要滑進去 當然是蠻容易的 好,剛剛用左手 把這個7號球給打進 好,現在必須要繞球台 來,再指揮一下 哇,力道不錯,100分的力道 的確,9號球做得相當的好打 男的派給2,3,3 哈哈哈哈 羅米歐桑也向全場的觀眾來質疑一下 1比,雙方在低盤當中暫時平手 歡迎您回到撞球大師經典賽系列 今天我們為您回顧的是96年的Moscone杯 好,我們看到了從先前的鏡頭 看到當年這個美國隊的代表 有這個Shanone Tugin 還有這個Alan Hopkins 還有Dennis Hutch 還有這個C.J.Waley 這幾個都是美國隊的這個成員 Alan Hopkins在當年才剛拿下 美國公開賽冠軍沒多久 這Hopkins他是一個出竿 相當特別的一位選手 當然了 Alan Hopkins他的後擺非常的少 而是這個出竿的時候是直接往前出去 所以說這種出竿的方式 這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的這個母球的撞點會比較準 就換句話說 他的母球的控制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Alan Hopkins 他這種出竿的方式也是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當然每一種出竿方式都有 各有他的好處 是 好,我們看到這個 雖然他的這個衝球 當然是衝的沒話講 他的衝球表現就是相當的出名 而且他的這個進攻能力非常強 所以說他這個 他這個 我們看到他 這個兩三下已經 球台上面已經剩下三顆球了 這個也是步足為奇 好,稍微拉一點點 做底彈 可能是角度的關係 好,推桿下來做九號球 這個 吃出來可能心裡在想 你在十二顆打得快 我在九號球也是打得很快 大家來比快 好,這是美國隊的成員 對,我們看到了 Dennis Hutch 是比較靠近鏡頭的這一位 這個 都可以直接進一代 好,這個就是 阿倫浩克 這也是美國的這個 這個老將 這個 14-1 也是一竿可以打一百顆以上的選手 好,我們看 直接 直接回去 會不會力量太大 好,力量稍微大了 不過 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這個只要 只要不要被八號球擋住 就沒有影響 好,結果母球碰到了六號球 果然是發生了影響 現在如果所有觀眾朋友們 常常看ESPN的 為大家帶來的這個花式撞球比賽的話 也會注意到 Ellen Hopkins現在已經在ESPN 擔任球評的工作 對,畢竟也是年紀大了 而且他在這個球禮方面 也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說他也是有這個資格 幸運近代 變成了一個組合球 所以我們提到Ellen Hopkins 他在球禮方面也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說他有這個資格來當這個球評 好,很快的 而Stickland先拿下了第一盤 最佳三盤制 還需要再有一盤 Stickland好像對他剛剛的這個幸運球 我覺得蠻幸運的 自己都好笑 奴利歐斯文露出了不以為然的表情 哈哈哈哈 對,敲通了不以為 我現在就想要一個物質的 對,敲通了不以為 敲通了不以為